欢迎回到老铁频道今天星期一了 讲这12个币中期看广告 然后先讲比特币吧 比特币这一波跌了 然后我觉得没有到3万6的话 不要想着去抄底 这个月很关键 就是多差不多一个礼拜 15、16号美联储宣布升息 然后这次的泡沫 我不懂会不会被吃破 然后如果他真的宣布升息的话 全部的商品都可能会调整一波 调整的应该是会蛮大的调整的 所以你们股票这些不要拿太多 记得有赚钱的话 记得部分指引先出场 OK 然后这个基本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好了 看一下一太坊 可以一太坊一样 就是要抄底的2400以下 看一下有没有账文这个资深在考虑吧 我真的很担心 因为来到这里的话 刚好可能是一个礼拜后的时候的时间了 刚好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宣布升息的话 会不会直接跌破 不要太high 然后就先这样看吧 来到这里看一下 反正现在手上我们 我就有空单而已 然后我没有多单 你们多单真的要小心 不管是股票数字货币 不管你的数字货币的名字 英文字母是什么鬼 ABC King 神 什么鬼的 不管你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如果美联储升息全部都会一起跌 OK 然后AMC 有人说这个OK的数据很多 昨天我说浪费时间嘛 然后他叫我看这个OK的 OK 那我就看OK的 不错不错 这个涨涨跌跌 可是现在已经消炮了 在消炮中6块钱被砸下来了 然后数据来看 他也是没有形态了 所以这个我真的无法分析 但只能说应该是拉上去砸下来了 砸盘了 现在不可能再去接了 OK AMC 昨天谈到的XRP好像在跌了 OK我说了这个level可能会走这个C到D下来 所以真的在跌了 我不懂昨天有没有人敢去空 如果空的话才开始赚钱了 然后这一波至少可以拿到6-5吧 继续的加油 CH Jack 昨天我排2-3没有拿到 但我去里好多朋友都拿到了 看到吗 昨天我说的这个CH Jack Benny兄有拿到吗 Benny兄 记得留言跟我说 OK 我看他出来了 然后我排回2-3 一次不回来 那我就错过了 所以我的你看我的那个风格 我是不急的 随性随性 有来就是属于你的 如果不回到你要的价格就不属于你的 钱是永远赚不完的 这种心态我觉得会活得久一点 在交易市场里面可以真的可以活50年都没问题 然后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去抢球 都 你去抢球也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OK 很多时候我这样排队 然后给我排到的 哇 那个时候我就好像神一样 那个进场的价格 无比 好像上次那个ATEM 3050的进场 爽爽 所以错过了就错过了 不要追了 如果真的再回来 我再考虑 OK 但是有抓到的 记得目标一 目标二记得部分指引 OK CHZ 我的人还哪大 我的人在差不多4毛钱左右 这里空的 现在324了 群里好多 我的学员 我的学 我的群不是什么喊单群 什么垃圾鬼群 我的群只有我的学员群 OK 所以里面真的蛮多的赚钱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 他们都很开心 那我继续拿着吧 我说回到二头应该不拿 差不多二头了 然后我这一波想拿到差不多25左右 记得我会 来到25我会部分指引的 一定会的 这一波赚的也挺爽的 有时候真的打游戏嘛 就打一次 打一单 打到他 打死他 打他进ICU 啊 那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可以看看电视广告 今天蛮多东西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全部群里的人的那些空单 3948空的 然后有一位朋友他画了FTM的图 然后他说太牛了 他就是来上个课 然后他会自己画图了 然后就复盘学习 然后复盘的时候就看到 好厉害啊 真的是每一个图都很漂亮 对 对啊 打给大家看 不懂看得清楚吗 OK FTM你看 形态 真的挺深的 OK 呃 每行情唱唱歌多写一对啊 每行情就是 做些你喜欢做的事嘛 然后开一两单 也不要一直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不要像做AE一样 开一两单 拿着一个三五天 一个一两个礼拜 然后去收米嘛 要先什么什么根 然后再收米嘛 对不对 所以交易有时候不要复杂 有好的机会就是交易 没有好的机会 也不要逼自己去交易 因为我们是为了利润而去交易的 而不是为给交易所添加很多 那个手续费的利润 对不对 同意吗 同意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我每次忘记提醒你们 我的点赞就会跌很多 所以你们要帮忙我一下 点赞留言分享 谢谢 多一个学员的 他们玩CHZ 昨天他们都饿饿多淘进去了 我是看他出来了 然后排队二三拿不到 那就错过了 老铁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防守止盈吗 不必防守 进场了 要么就打止损 要么就打目标 然后你最缺的应该是一个系统 告诉你哪里适合止盈跟止损 所以这个应该是你比较大的问题 而不是说每一单什么防守 什么灌篮 什么鬼的 没有就很简单 和谐交易 告诉我形态 形态告诉我进场 目标价跟止损价 全部设好 然后去送外卖 送了三天回来就收米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不会好像赚了1% 2%直接去保护 保护的 这些全部乱七八糟 我不搞了 我就不要直接一点 要么打止损 要么打止盈 这样做的话 你长期下来 你会所谓一个比较专业的教育员 不要为短暂的小利润的波动 影响到你的判断 判断很多说是对的 只是很多人守不住 这个就是能够解决你守不住的一个解决方案之一 你看他们他妈的厉害 然后昨天这位朋友小毒物 他的照片很漂亮 我不懂他是不是男扮女装 可是他说他跟他的男朋友分手了 然后很难过 听了我的歌很难过 所以我说别难过 然后下面有这些搞笑的人 兔子阿姨就说我很有经验 三十多岁了 分手结婚 不是结婚没有 分手谈恋爱几十次了 然后都已经麻了 对 现在很开心 现在有一个很不错的女朋友 这个后 每段感情都要设止损 大概是你总心理的5% 下面不要再给我问杠杆要多少 这个好笑 我喜欢我给你线花 很多人玩人也是 全部都是我群里的 然后他们都是学员 然后真正有学习了 在以老铁的视频 他们就懂得怎么执行怎么自损 所以挺为他们开心的 啥时候喊得谢谢 这位朋友就是经典的一个懒惰鬼 连我的视频都不看 然后只会在那边问问问问 所以解决方案 每天看我的视频 不要跳来跳去 我还帮你们做了一个总结了 你看帮你们这些懒惰人做了总结了 还不看 还来问我什么时候喊的 而且我要声明我不喊单 我分析 你要经常不要经常是你的问题 OK 不要整天讲到 我是一个喊单群 虽然有点像 这个我要讲 很多人问 资金付什么率太高了 可以空 可以多 可以空 如果教育那么简单 你单单看一个这个指标 什么资金 什么率 那你就可以直接赚钱了吗 那你真的是一个天才 那世界上没有穷人了 告诉你 OK 这个你可以做参考 但你凭着一个数据去 直接 定 一个单子 能不能多 能不能空 那我觉得你太年轻了 很多这些资金 什么负率 正率的时候 我也敢空 也敢多 OK 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态比这个什么绿更厉害 所以多看老铁视频多多学习 OK 最近 风提摩的老板叫Andry 他跑路了 他跟别人女人跑了 所以昨天你看到爹最惨的是风提摩 但很开心的是我们在接近高点全员部都出了 对对 所以很多人说Andry跑了 那个币一定会倒可能就是一个拿来刺破泡沫的一个借口 好像Solana也是对YFI也是有人跑了 所以这些有人跑的项目就是有一个借口给他们去消跑 对 很多上市公司也是借IPO来去消跑的 像最近那个Grab Grab是好像亚洲的滴滴打车 其实很多了腾讯阿里巴巴现在FacebookMeta 全部的科技股特斯拉也是全部都在消炮中了 所以他们是可能提前一个月在等那个什么 美联储公布新闻之前先跑先跑能赚了钱快点跑了 真的不简单 政治很毒的 然后这次打仗也是可能背后是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的 然后最无辜的就是人民了 但我觉得最毒的其实都是这些政治家 对 这位朋友那天我就讲到他了 就是杠杆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风险有点远 止损有点高的话 你可以试着把你的仓位调小一点 没有人比你每一次都要下10万 5万 2万 1万 5千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是下一万 你看到止损比较远 你下一个7千有什么大不了 那止损还是一样 可能跟你平常的止损一样 只是说你下来上面比较小 但会影响到整个单子的判断吗 那你真的打止损了 你也不会死的很惨 也不会亏的太多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个逻辑 不要怕钱赚不完 钱是永远真的赚不完的 OK 再看他们的金厂家 好了 我看完他们的广告了 那回来看盘 昨天刚才讲到风提莫 所以风提莫跟什么鬼 全部跌到不认识父母 你看 昨天这个新闻出来 1块6跌到1块3了 你看 所以赚到钱利润要懂得怎么保护 不认全不回吐的话 那就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在1块7块8跌不出了 1块3毛多买的 这一波也算了 挺不错的 没有在最高点出了 但已经很满意了 OK 然后接下来 风提莫我觉得还会跌 给风提莫看一下这个鲨鱼吧 1618在这 现在它回踩这个反转区了 我不懂它会不会反转 但我看到以太坊比特币还没有到位 我什么币都不敢借多 我就是最胆小的教员了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我的思路 或者你们要跟着心态去做也行 但我觉得安全一点 等比特币以太坊都到达一些 关键不错的支撑 我们再一起去接底会比较好 这个鲨鱼可能会去到 可能1.0也可能去到113的 所以鲨鱼不只看886 来我的课程会学到全部的规则 OK 所以nice等待吧 WiFi的老板也是跑路了 不是跑路啦 就赤子啦 他们用一个好的名字叫赤子 但就是套现出场了 对 然后YFI第一个 OK 好 老板跑路拉了一波砸下来 2万跌到1万8 也没有跌很多啦 没有跌到很惨 但这个项目好像要半死不活的 Define 不敢看了 就好像没有希望的感觉了 挺烂的真的 他就是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不断的形成新低你看 高低低高低低低高 又形成新低了 然后可能拉回来又要继续低了 暂时不看到WiFi吧 暂时你们还是不要去抄底线 OK MIR很多人叫我看 我不懂是不是太迟了 昨天我晚上看到很多人叫我看MIR 应该是太迟了 昨天拉盘 然后暴增量看到吗 又有那个RSI BAM 所以形态的话 哎呀娘的 以后你们告诉我一定会去看 OK 这个走了一个1902螃蟹 XAB886这C点吗 C点的地点1902 OK 上去突破一点点没事回来收盘这里 其实2块2可以空的 然后现在已经错过了 错过的话就等下一个好机会了 有这么简单 如果再回来2块2 可以考虑咯 SFP 这什么你要来的 这个好像是Defi的是吗 这个不错 这个好像给我们砸下去的感觉 这个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OK 这个到了阻力了2次 第3次测试 然后有暴增量在阻力 今天5星选择SFP可以考虑 OK 但止损一定要在8毛钱以上才可以完全 这可能从这边会开始跌了 SFP OK 然后Flow跟AAB 现在只有点干渴 已经基本上已经挺好了 OK Flow 我不懂它会有什么好新闻 但 我觉得至少如果要抄底的话 等它来到这个支撑站稳了 可能5块10再考虑吧 OK 但我还是希望就等到那个比特币大坊全部到位在一起接 OK Flow Flow是这样看起来 然后 呃 AAB 这个是 Defi的好像 对 你看 其他的全部跌这个也跌 可是这个好像有心态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心态 不懂能不能接 AV真的要接的话 等这个1618的level在这里 就是在11几啊 113左右再考虑吧 对 希望他来到113的时候这个站稳 然后比特币大坊也到达4小时支撑 然后我们进去接的话 是心里有一个底 然后应该可以 呃 比较有 该 比较有 比较高的概率去赚这个钱 好啦 每次星期一就讲了比较久一点 然后 希望今天讲到的全部的这些分析 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然后祝大家好运 然后 记得点赞6月分享啊 拜拜